那我們接下來就看一下第六題 第六題原本上是結合不作為保證地位跟未遂的題目 等於是也是 為今天課程做一個總結 他住在住戶擁擠的狹窄巷弄裡 來把住戶擁擠的狹窄巷弄裡把它畫起來 第一句話其實它有 把它畫起來其實有一個 製作在檢討上會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在因果關係的討論上的話 會有它的意義在 那 他因為 甲跟乙有發生爭吵嘛 乙回家等待後呢 半夜多就 攜帶汽油回到現場要把 等於是 要到甲的 等於是在他家中要等於是門口要 撒那個 點火嘛 那 他就把汽油撒在甲的 機車上那點火引燃 喔那 延燒一整排的停放機車接著又延燒到 巷弄裡面餅的 房子嘛 那餅的房子經過牆舊之後已經拌回 但更不幸的是因為餅怎麼樣 他原本有心臟病子來把心臟病子把它 畫起來 那因為火災搶救慌亂和救 消防車的警笛生造成他心臟病發 之後 被警医送到醫院那 被送到醫院後 經檢才有 心率過速的 的 問題嘛 那 這時候丁醫生怎麼樣 他經營簡單的心臟藥物和衛衣 醫療常規 第幾四語電影來把衛衣醫療常規 第幾四語電影把它畫起來 那丁不久之後呢就因為 急性心肌梗塞 死亡 好那事後建議 丁當時 平賣的時候如果 不立即失於電極 短時間內死亡就大概是 90% 90% 死亡花起來 那但是如果 死亡電極的話 仍然 有5%的死亡可能性 好 剛剛這個題目一樣回到我們剛剛的 體系 第一個 生命 有吧有人死了嗎 所以 要討論殺人嗎 對不對 那接下來 財產 好像有 毀損喔 好像有毀損喔 對不對 有防止 半毀 OK 那 那 自由 有沒有 好像沒有 OK 社會法律裡面有什麼 公共 秩序 裡面 金木水火土 火 OK 放火罪 OK 好 那 一開始我們在討論 的話我們先討論放火罪好了 那 以對 摩托車點火的行為怎麼樣 討論是 173 現功能使用住宅放火罪 為什麼 不是討論 175 而是先討論173 為什麼因為我們這邊有講 他是住在一個什麼 他是在一個住戶擁擠的 狹隘 巷弄裡面去點火 所以怎麼樣 客觀上他是 點火怎麼樣 是一個製造法首不容許的風險沒問題 那怎麼樣 而且他 在這個狹隘 對摩托車點火的行為怎麼樣 治病房屋 毒液燃燒在事後判斷是怎麼樣 是正常的 OK他是在一個狹隘的 所以他延燒 他雖然是在 摩托車上點火 但他其實 應該是可以預見 他可以 他會延燒到整個 住宅都 被燒到 所以我們在討論上 這邊要稍微 騎門打個信號 好 以後如果你們 寫 173條 就是放火罪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 製造型分 的課程裡面 我們會特別講到 就是獨立燃燒 這個關鍵是一定要寫的 OK 你們不要寫說造成炳房屋 燒毀 這樣看起來就 很弱 對不對 寫這個關鍵是獨立燃燒 OK 好 那 在 條件因果沒有問題 那 風險持續是 危險持續是風險實現 去更換可規則性 然後形成 公共安全的 危險沒有問題 主觀上 這邊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這邊要寫的是間接故意 為什麼 因為 就是我剛才講的 他是在怎麼樣 狹隘的向後面對 摩托車點火 可是他 造成延伸到他人的房屋 的結果是怎麼樣 是應該 可以遇見 而且怎麼樣 他不違反他的本意 OK不然他幹嘛要在這個地方 放火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認為他是具有 間接故意 違法協助者承認本罪 那 另外就是說因為 這邊我們就不認對175條 瓜哥為什麼因為 原則上 他一個放火行為就是造成一個 公共安全的危險 所以我們他的 這個行為已經 有成立173條的話 已經有充分評價 我們就不定論175條 OK 好 那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是 生命的部分 生命的部分我們先 我們就像我們討論犯罪 我們一個技巧是我們先找離那個 結果最近的那個行為跟行為人 OK所以我們先找 先找丁 OK 丁他為醫醫療常規 立即施以奠極的行為怎麼樣 討論殺人 計稅罪 客觀上 他為醫醫療常規 來 基準會員不阻止 其實不作為來 這邊給他用一個 括號1 對不對 我們在不作為的版型 我們是不是 一開始 括號1就是 不作為家理由 然後附上什麼 3 1上次 2 3 2 4 好 丁1 有沒有 那時候是不是有講說在保證人地位的時候我們會 要你們背什麼 醫療法跟 醫師法跟醫療法 OK 那 60條跟21條的部分 在醫生的時候他是具有保證人地位 OK 那 而且他自願承擔風險 醫生保證人地位 OK 所以他是 法令再加上 自願承擔風險 所以認為他要保證人地位 OK 然後而且他具有什麼樣 具有控制支配 1 15條 1項 他 因作為 因防止而不防止 判記作為同 OK 然後 再來 他那個 題目是不是有跟你講說 如果有私底電子 他 如果不私底電子的話有95%的可能性會造成死亡 OK 90的可能性 所以是怎麼樣 連結到 不作為的 因果關係我們用什麼 準因果關係嗎 激進確定 如果他 因為他的未醫常規的不做 治療的行為造成他的 結果發生是 激進確定的 所以也具客觀可規則性 然後而且 事後判斷 因為他的系數正常所以具相當因果關係 其後裁判192 這邊應該是屬於一個 間接故意 那 不會把切後則稱 那最後在那個 我們進一步要討論的是 以放火行為 能不能成立殺人計算的部分 OK 那 那 那 科官上他放火行為是製造罰手不容許的風險 但是這邊有一個問題是說 那 他放火行為跟 死亡結果到底有沒有因果關係 所以要值得研究嘛 OK 所以我這邊直接 就寫是否有因果關係 然後看研究 所以我這邊就是寫 第一個 來我們 連結到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 相當一個關係是什麼 事後判斷 你也許會 跟我講說問題是 我放火哪知道 他會心臟病發 我哪知道他心臟病 OK 但是我們剛才講 我們是以事後判斷 所以我們的 判斷命題應該是什麼 是放火行為導致一個 具有心臟病死的 驚嚇過度的心臟病發是不是 正常 應該是正常吧 OK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假設今天題目改成說他因為心臟病發死亡 我問你 會不會成立 有可能就會成立 但是問你這個案件裡面他後面又有另外一個 行為介入是什麼 丁醫生怎麼樣 他位於醫療常規做 治療 OK 所以 在這個狀況下我們認為是怎麼樣 他已經因為 醫生的故意行為 違法行為而死亡 所以因屬一個反常不具 相應口關係 而且怎麼樣 以放火的行為 結果 他雖不可想像其不存在的條件行為 但是怎麼樣 他的行為 在客觀規則上已經被 醫生的行為所取代 那涉及什麼 來勸一下 故意回溯禁止 我們剛剛是不是 我們剛剛是不是在 在講版型的我們特別講有三個 特殊狀況你要寫出來一個叫被害人自我負責 故意回溯禁止 還有 專業 職務的 危險承擔嗎 OK 好那這個 例子裡面就是 變成他是一個 因為醫生的行為故意回溯禁止 所以 那 他的風險時間已經超越過程效益範圍 所以不具客觀規則性 所以不成立 殺人寄稅 好 不成立殺人寄稅是不是就五歲 我們還可以討論什麼 殺人未稅 對不對 那 這時候呢 我們前面一樣前提的部分我們還是要先講為什麼這個案件我們要討論